新加坡飞行公园搬迁到万里兴致之后呢 今天举办盛大的开幕礼 黄巡才副总理表示 希望未来有更多国人到万里和大自然接触 了解我国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保育工作 同时也创造美好的回忆 万泰保育集团在开幕礼上宣布 飞行公园将设立新的育种研究中心 以及让访客跟企鹅露营的体验活动 为访客打造更多体验项目的同时 也进一步了解职员的幕后工作 近千名来自西北和东南社区发展理事会的居民 受邀一起见证开幕礼 副总理黄巡才表示 飞行公园是我国致力于打造成移居 以及具吸引力旅游胜利的努力之一 迁职到万里新址的新加坡飞行公园 自今年5月份以来国内外访客已超过60万人死